這個圖檔主要用來展示一個負數的n次方根 那我們的n次方到底幾次方呢 我們可以在這邊來做調整 所以假設說我們今天要去算一個負數的6次方 好 那麼我們就調整到6 那這個負數本身也是可以做調整的 今天假設說我的負數是2好了 那麼我算出來的6個n次方根就會長在一個正6邊形上面 所以我們可以去觀察它的這個每一個 每一個負數的正6次方根 它所在的位置 那當然呢 今天假設我們要去產生一個自由點 然後去算它的6次方的話 比方說好 假設我們現在這裡有一個顯示 n次方 那個我們把它打勾 那這裡會有一個自由點 這個自由點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去讓它去貼近 這個6次方根的其中某一個 那麼我們就可以按照這個6次方跟它所跑的位置去觀察 它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是不是6次方就會真正到達我們所設定的這一個 目前是2加i這個點 OK 所以我們可以去觀察 沒有錯 它6次方之後的確是會到達那個位置 那到下一個的時候 它在6次方也會到達2加i嗎 OK 事實上也是會的 只是說 它們到達的這個方式不太一樣 OK 那當然下一個呢 也是如此 好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來做說明說 雖然這6個位置呢 它們的這個地方不盡相同 但是呢 6次方之後 它們事實上呢 都會到達同一個位置 那這就是這個負數的n次方跟神奇的地方了 之後再次我們開始打算 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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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